好的电影改变你的认知 欢迎大家回到看电影了没 我是K猫 今天要给你们讲 打碎幸福假象的一记耳光 这部电影是深海先生 碧蹄花 如烟等NK系人推荐的 么么哒 阿牧是个纯实太太 每天早上六点准时起床 取牛奶 煮茶 浇花 拍一张漂亮的风景照 然后给婆婆测血糖 叫丈夫起床 女佣会来做早餐 吃过早餐 丈夫急匆匆出门 她抱着丈夫的包 文件 钱包 茶杯 送丈夫上车 阿牧是个典型的闲内住 唯一的不足是不会做饭 她正在学 白天没事的时候 阿牧会去教邻居女儿跳舞 邻居是位丈夫去世的职业女性 每天自己开车上班 阿牧很欣赏女邻居 但并不羡慕 她是自愿成为纯实太太的 因为她爱上了这个优秀帅气的男人 甘愿成为丈夫梦想和生活的一部分 家里的网络断了 她会弄 答应机出了故障 她会修 丈夫要见什么人 要带你一些文件 她比丈夫记得还清楚 如今 丈夫事业有成 婆婆也待她很好 她觉得很幸福 最近 丈夫拉姆正在争取一个 调去伦敦工作的机会 为此紧张准备了许久 他们畅想着 以后在伦敦的房子 将有一扇蓝色的门 阿牧的母亲 特意向在伦敦的远亲 打听伦敦的生活 然后激动地告诉阿牧 伦敦有印度商店 父亲说 母亲这辈子都在做 让别人高兴的事 因为她是母亲 但岂止她应该 多追求自身的幸福 父亲有时候会惋惜 阿牧舞跳得那么好 原本可以成为一名舞者的 阿牧安慰父亲 他马上就要去伦敦生活了 怎么连期待呀 第二天 阿牧接到丈夫的电话 丈夫争取到了伦敦的职位 他们要去伦敦了 晚上 他们在家里 办了一个庆功宴 几乎所有亲朋好友同事都来了 阿牧被拉到人群中跳舞 正然闹时 拉姆被一通电话叫了出去 是老板打来的 老板说 董事会重新商议后决定 任命一个白人 为伦敦分布的负责人 如果拉姆还想去伦敦的话 将在这个白人手下工作 拉姆回到宴会上 知问自己的上司 是不是也投了赞赏票 他情绪激动 与上司吵起来 世界突然安静了 周围人的神情有些尴尬 阿牧被丢在这个耳光的鱼玻璃 久久会不过神来 母亲和弟媳安慰着他 拉姆的嫂子在一旁 为拉姆解释 他工作落空了 才情绪失控 这时婆婆走进来 没有安慰阿牧 只是告诉他 外面还有客人要招呼 他得担起女主人的职责来 一直不出去 让客人们怎么想 连阿牧的弟弟 也觉得拉姆的行为情有可原 他为拉姆被公司欺骗 而纷纷不平 直到女友问他 你是认真的吗 而父亲的眉头 曾看到阿牧被打那一刻起 就没有松开过 这一夜 邻居的女儿问妈妈 爸爸打过你吗 妈妈说没有 爸爸是个非常好的男人 而女佣心中 也生出许多感慨 原来不止她丈夫会打老婆 连男主人那样 体面的先生也会打老婆 他问丈夫为什么老打他 丈夫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阿牧回到卧室时 丈夫已经睡熟 他去客厅把家具归回原位 第二天一早 他照常取牛奶 煮茶 给婆婆测血糖 婆婆问丈夫怎么样 他只是点头 坏摇头 婆婆对他的反应有些不满 这天早上 丈夫说他发烧了 然后跟阿牧解释 前一晚他是因为公司的事 情绪失控了 丈夫一面担心 别人怎么看自己 一面跟阿牧抱怨 他对这份工作 投入了那么多精力和感情 公司怎么能这么对他 阿牧始终没说一句话 他看着丈夫 仿佛是第一天认识他 只有女佣小心地陪着他 女佣喜欢看舞在印度 他心里也有个舞蹈梦 但在印度 他的命运几乎从出生那一刻 就定下了 女佣告诉阿牧 她丈夫又打他了 但是没办法 离开丈夫 他就无处可去了 阿牧不是女佣 并非必须依赖丈夫 他问女邻居 为什么没有再婚 女邻居说 因为他的王夫 是个特别好的男人 见过那么好的人后 就很难再将就了 接下来几天 阿牧依旧沉默着 丈夫为表歉意 带他出去吃饭 但欲使无补 那一耳光 打掉了阿牧的增严 让他看清了 幸福的假象 他还没想清楚 今后该怎么办 况且 伤害他的 不仅是那一耳光 还有在那一耳光之后 那些却他应该理解 忍耐的声音 这样的生活令他感到窒息 他决定战时与拉姆分居 拉姆质问他 知道他现在因为工作的事 有多难受吗 为什么还要有小弟大做 阿牧平静地说 他明白 但他需要这样 回到娘家 反应最大的是母亲 母亲问阿牧 又出什么新问题了吗 得知是聚会那完的事 还没解决 母亲忧心忡忡 他想教育阿牧 不应该随便离开自己的家 父亲急忙出来打圆场 说他今天散步的时候 就愈感阿牧会回来 这太好了 在娘家的生活 让阿牧感到久违地宁静 而另一边 拉姆则不太好过 早上的顺序被打乱 常常出了门 才发现忘带东西 他给母亲测血糖 却不知道怎么操作 看了半天说明书 原本妥贴的一切 原来并非理所当然 这样下来几天 拉姆受不了了 他去岳父家 想让岳父劝劝阿牧 何必小题大做 但岳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 体谅他的心情 而是反问他 什么是大事 阿牧没想到 丈夫的道歉 是为他买了一条项链 他甚至无法理解 他为什么会因为 一巴掌就这么生气 拉姆认为妻子做得太过了 他没有静好 照顾家庭的责任 两人不欢而散 走失前 拉姆撂下狠话 他会动用一切手段 来维护他的家庭 几天后 阿牧见识到了 拉姆的手段 他收到了一份法律文献 拉姆以恢复 夫妻同居权 要求他回家 弟媳带他去找自己的老板 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律师 律师告诉阿牧 仅是被删意耳光 这个理由在法律上心不通 人们会觉得不合成理 这话击中了女律师 因为她也是一个 维持着幸福假象的女人 女律师是人们眼中 干得好又嫁得好的典型 她的公公是前大法官 丈夫经常提醒她 你仅凭五年经验 就拿到最好的案子 不是因为你能力强 而是因为作为 大法官而习的特权 等等赢了一个重要的案子 心情破家时 丈夫会给她泼冷水 对手律师本来就很草包 丈夫需要她这个 漂亮体面的妻子 给自己装饰门庭 而她也渐渐习惯了 在聚光灯前假装恩爱 她的公公是真正欣赏她的人 然而已经世代不认得她了 她生活中最大的安慰 是还有一个蓝颜之己 在她得意时 失意时都陪在身边 她们偶尔见面 一起都一小吃风 她说 这是偷来的美好时光 律师告诉阿牧 摆在她面前有三条路 一 回家 二 通过法律手段 合法分居 三 离婚 阿牧选择了三 母亲说 女人应该学会忍耐 来维系家庭 她自己就为了照顾家庭 而放弃了唱歌的爱好 因为那会惹来别人的非议 弟弟也反对 弟弟指责弟媳 不该带阿牧去找律师 他与拉姆的想法如出一辙 那只是个意外 已经发生了 阿牧这样小题大做 会让拉姆在公司里非常尴尬 两人吵了起来 并因此分手 阿牧没想到 她的离婚竟已发出这么多冲突 律师劝她慎重考虑 每一段感情都会有缺陷 但对阿牧来说 无碍了 以后生活在一起 只会徒增怨恨和痛苦 她已经意识到自己走错了 不想在这条路上继续错下去 她以不可调和的矛盾为由 提起离婚诉讼 没有指控 没有索赔 律师说 家庭主妇也是一种工作 阿牧将自己投入在照顾家庭上 理应分得一部分财产 婚姻是一场不公平的交易 但阿牧并不觉得 婚姻有什么不公平 她说不公平的是 那个耳光 另一边 阿牧接到律师函后 立刻找了自己的家族律师 律师说 虽然现在的文件没有提到家暴 但以防有一天闹上法庭 最好买通当晚的证人 阿牧拒绝协议离婚 从而只能通过诉讼离婚 这期间 发生了两件事 另一件事 拉姆的母亲在家里晕倒了 因为血糖过低 女佣发现后 第一反应打电话找阿牧 婆婆被救了回来 阿牧决定每天过来照顾婆婆 直到拉姆下班回家 婆婆是个非常传统的女人 一辈子以丈夫儿子的幸福为目的 压抑自己 她想挽留阿牧 她说女人一辈子就是这样 拉姆也积极挽留 但阿牧心意已决 挽留不成 丈夫怒而指责阿牧 把她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 更让阿牧震惊的是 之后拉姆向法院提交的文件 文件中说 阿牧离婚的真正原因是 拉姆离开的家族生意 又去不成伦敦 阿牧当初与拉姆结婚 就是盯上她家的财产 还说聚会那晚 阿牧喝醉了 一直在拉扯拉姆 拉姆为了挣脱她 才不小心打到她 而且是阿牧的疏忽 导致了拉姆母亲的昏迷 第二件事 是阿牧发现自己怀孕了 同样是这一天 因为拉姆放出 要跳槽的风声 董事会最终决定 还是派她去伦敦 得知阿牧怀孕 拉姆高兴喜了 她兴奋地跟阿牧 说起她的人生计划 2020年去伦敦 童年当爸爸 2022年 要第二个孩子 事情终于回到正轨上了 但阿牧没有因为孩子 打交离婚的念头 她说为了孩子 勉强在一起 就会毁了三个人的生活 为了夺取孩子的监护圈 律师献疑拉姆 买下来 以一栋公寓 加一笔赡养费 换取孩子的全部监护圈 并且 他们警告阿牧 有一位目击证人 愿意作证 就会上没有发生暴力行为 所以他们继续顽抗下去 很难胜诉 这话气得女律师 同时拉姆没有心 忘了是谁操拭一切 照顾她和她的母亲 而她居然在文静中 诬陷这个女人疏忽 导致她母亲昏倒 谈判破裂 阿牧对眼前的男人 彻底失望了 到这一步 这个男人仍将一切 归咎在她身上 是她不依不饶 所以他们不能按原计划去伦敦 是她想让他们家 失去孙子 实际上 阿牧要求的是 共同抚养权 阿牧终于横下心来 接受律师的建议 以下报为由 提起诉讼 这是拉姆的律师 最担心的 一旦警方立案 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 对他们很不利 她告诉拉姆 对方只有共同抚养一个条件 现在签了协议 痛快离婚 是最有利的选择 最终 拉姆选择了签协议 事情终于告一段落 拉姆家为孩子 办了一个祈祷会 阿牧与婆婆道别 她叮嘱婆婆 要守吃甜食 照顾好自己 她感谢婆婆 对她那么好 那么包容 只是拘回那晚 她才明白 婆婆爱的 只是拉姆的妻子 不是她 她说她曾经 想做世界上 最好的家庭属妇 她曾用全部的自己 却爱拉姆 爱到都忘了自己 喜欢的颜色 不是蓝色 但那件事发生后 所有人都在为拉姆找理由 说阿牧应该翻篇 她无法原谅 阿牧的事情结束后 弟弟找女友道歉 她很抱歉 自己之前的态度 从没认真考虑过 阿牧的感受 她说她会 努力变得更好 两人符合了 女律师终于鼓起勇气 离开丈夫 她决定自己开一家 新律所 帮其特权带来的便利 而女佣第一次 反抗了丈夫 几个月后 阿牧和拉姆 去法院亲属离婚 拉姆终于 第一次向阿牧道歉 为那一耳光 因为她后来那些 荒唐的行为 是上次的话 点陷了她 让你生气的是领导 你为什么没打领导呢 换言之 如果当时去拉你的 是你母亲 你也会打她一耳光吗 如果拉你的 是聚会上的其他人 还会有这一耳光吗 这一记耳光的背后 是一个丈夫 对妻子的心事 人要讽刺的是 印度是全世界 离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不到百分之一 你说 这是为什么 好了 我是K猫 请下载K星球 聊电影 小朋友 两不悟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